体验烤花生 挑花生 冲田 花生酱 蛋卷 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慧红参访花生酱制作工厂 他提出了香山四大升级政见 从交通 生活 产业以及地方创生等四大面向着手 他也希望借由参访产业了解在地 为城市增添故事跟温度 城市的品牌当中其实包含一个新竹好物的一个收集 那福源花生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跟品牌 在地奋斗了三十多年 那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创新 还有各种周边商品的研发 那我们更看到一个爱护新竹市 也愿意帮新竹市创造好物品牌的店家 另外一个他还有体验经济 也让我们看见整个的创业的故事 温度与新竹好物的美好 所以我今天来参访 那顺便闻闻花生的香味 希望新竹市永远都有好事发生 农家出身的沈灰宏 当然对手做事物一点也不陌生 对于一些技术性的工作 花生酱老板也让沈灰宏尝试了一下 不OK的可不能出货到消费者手中 这个难度在于就是控制的力道往下的时候 没有办法让它装满 这样会变不良品 因为不够满 那消费者就会知道有一段是空虚的 这样是不行的 对其实这种花生酱蛋卷就要满满的蛋卷 满满的酱 一度将蛋卷做成了爆浆板 在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 沈灰宏渐渐的遭到了诀窍 他说果然树叶有钻工 还是要让专业的来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 对那种花生酱蛋卷就要满的